正式開始 Hey 我又要到廣場 看一看 那我去的電視牆在歌唱 各自內容 跟我的心情很像 我一個人在彩虹裡等前 看天爽 看天爽 我繼續在街上 晃一晃 花點的落地狀很漂亮 確定了趕緊 應該走的方向 愛可以是一種習慣 單純的喜歡 這愛很欣賞 只來只往 有一種勇敢 想做得了 對 愛很欣賞 對 愛很欣賞 對 愛很欣賞 想做改良 喔 海灘 更認識你像在街上 偷著入著兩旁轉小小 在東北飛機的工廠牆上 偶吐要我對你的衝突不滿意自己 跟著吧 海外拉的廣場看一看 鬧曲的電視像在歌唱 各自內容爆發的心情很小 我一個人站在紅裡等天看天上 看天上 我看天上 來來來來一起看天上 這一天正開始 昨天發生過壞事 太陽還是同個姿勢 想要還是那個牌子 沒什麼會停止 別人繼續過日子 正在地球小小為止 誰在意我們的證據 突然間有一點情緒 也有一些道理 說給陌生人聽 那聲音消失空氣裡 也就沒有留下人 也就沒有留下人和外的訊息 好 過癡的 我只要 在冰冷馬網中 找到和平 又不對在你 復到淚 是因為好多事 要要努力 我是固执的 我会想就代表我正在 眼睛和平和平对待你 这一天就这么开始 我会相信你 突然间有一点秩序 也有一些道理 说给陌生肯定 那声音消失空气地 也就被犹豫下人和坏的讯息 爱是固执的 我只要在冰冷漫中 找到何必 何必对待你 我挑战 是因为好多事爱好努力 还是固执的 我为啥就代表我正在 眼睛和平和平对待你 这一天就这么开始 我会相信你 我会相信你 真的相信你 我会相信你 谢谢 谢谢 谢谢燕姿 为我们带来两首开场的表演 张杨你好 哇 我们先跟我们夏日 这个歌会的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好不好 抖音夏日歌会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燕姿 嗨 燕姿来了 刚刚我在楼下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呢 有好多观众都在这个留言板那边尖叫 啊啊啊 因为我们终于等到燕姿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音乐会 其实是几天前就公布的 但这几天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 那有机会能够听到燕姿现场演唱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要先感谢抖音 对 其实抖音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在就是这个平台上面 跟所有的朋友就是相聚这样子 没有错 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第一首歌曲选了 《直来直往》是吗 因为《直》是 是竖评你知道 对 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秀 我们真的是要安排很多 要找对的机器 然后要找对的团队 真的是我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在这一车抽杯 真的不容易对不对 而且刚刚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 也看到了一个涂鸦墙 对 对 那个涂鸦墙是你画的吗 我也希望是我画的 所以不是你画的 不是我画的 但是 那你拿出来干嘛 没有 因为 你知道我们在做这次的这个表演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 目击了最棒的团队 然后也觉得说 哇 既然都没有办法飞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 这两年应该是我跟很多观众面对面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所有东西都要在这里做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啊 真的是自己看着办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又觉得 因为想唱《直来直往》 然后就觉得 如果有个涂鸦墙 因为里面有涂鸦对你的 中中不满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我是不是讲太多话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喜欢听你讲话 哦 OK 然后就 就找了一个很 很有才华的涂鸦师 然后他就把它 噗噗噗噗噗噗噗出来了 所以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小小的心思 对不对 YES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一定很喜欢 第二首歌曲 也是很多人尖叫的一首歌 哦 和平 有吗 有尖叫吗 对 你懂 我们在这个留言板有没有看到 刚刚在唱的时候呢 很多人来了来了 爱你 然后刚刚也 有很多人说啊 而且很多人就说 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和平 对 而且是从来没有表演过的一首歌曲 第一次献给我们抖音的朋友 呀 尖叫声再来一次 来 所以换句话说 上一次你唱这首歌是在录音室的时候啊 是耶 哇 对 除了彩排来 彩排不算 当然那个啦 对 但其实我觉得选和平有 除了今天的主题之外 我觉得其实 抖音有很多新的朋友 可能是很年纪比较新的 所以对我来讲 可能他们听了我的歌 不管 可能最熟悉 大家最熟悉的歌 跟大家没有熟悉的歌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是第一次听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找真的 没有唱过的歌 就在抖音上面 表演给大家 把他当作是一个新歌的概念 是吗 然后我觉得 不只是为了新朋友 其实我觉得歌迷会非常开心 没有错 我跟你讲 不只是歌迷开心 这两天 那个彦姿入驻 这个抖音呢 我们也看到了好多 歌迷朋友也好 还有其他艺人朋友也好 都用各种方式来欢迎孙彦姿入驻 谢谢大家 爱心 所以 当时要进入这个抖音的时候 要不要聊一下 你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心情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不会有点老 这样子 抖音是年轻人在 哇 就是他看他们跳舞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也很心动 对 然后 就是 就是 挣扎了一下下 然后 听到抖音的呼唤 我们其实觉得 好啦好啦 那平台那么大 当然是应该来 you know 跟大家玩一下 这样子 而且你真的很会玩 诶 快别这么说 懂 大家应该看了那个 验姿的第一个视频 对不对 就是你在 那是在你家拍的 是吗 不是 我家没那么漂亮 我的公司 哦 OK 然后 那些梗是你想的吗 就是把菜煮胶 然后口红 画到牙齿 画到牙齿 嗯 其实是 抖音的团队 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个 类似的脚本 然后我们就想 诶 这挺有意思的 就因为入住抖音 不太知道说自己 到底应该要拍哪些东西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是吃货 也知道 其实不公平地说我 我都做黑暗料理 可是其实 不公平地说 嗯 就是对你的孩子 很不公平的意思 对我很不公平 我对你很不公平 OK 就我明明 可以 煮得OK 可是 既然大家有这个想法 我就就是 就是 你 know 跟着大家 走这样子 OK 黑暗料理 就翻了一个 黑色的蛋 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还有 就是 还有读书 对 还有那个 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 对 对 然后 还有读书 读到睡着 读书 对 我跟你讲 真的很可爱 你自己也是一个 那么爱玩的人 呃 其实是我有 我有很无聊 很无聊的时候 很无聊的时候 对 最无聊的时候 是怎么样 就是 通常我没有放 我通常没有上网 放东西 都是我最无聊的时候 没有 没有上网放东西 就是最无聊的时候 就是很常常的时候 哦 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社交媒体是一个 你真的很 很有feel 你做就很开心 这样子 对 可是你没有feel 你硬做 我会觉得 我比较困 我比较难一点 OK 不过现在进入了抖音了 接下来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艳之之下无聊的一面 好不好 哦 那个容易 我可以 只是大家看了会觉得 为什么要放这种东西呢 我跟你讲不会的 我跟你讲 大家就是喜欢 艳之做什么都喜欢的 我真的告诉你 OK 我发现我其实还没有介绍我自己 你懂吗 我刚刚才来劈里啪 大家 大家 来 对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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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OK 谢谢 那今天呢 我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就是 艳姿还有各位歌名的这个小助理 对 因为接下来呢 艳姿在今天呢 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所以呢 艳姿会专心的演唱歌曲的同时呢 那么 承瑶的工作呢 就是帮艳姿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 观众朋友的留言 然后呢也会适时的挑一些留言 来问这个 以及来转达给我们的艳姿 好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线上的朋友 OK 有哪些留言 艳姿看得到吗 我要听歌 对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 唱歌呀 唱歌呀 我怀念的 我怀念的 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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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OK OK 好 OK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舞台交换给艳姿 好 因为接下来呢 艳姿也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要带给我们 今天收看这个抖音夏日歌会的朋友 嗯 那么 大家除了在看这个直播的同时呢 也不要忘了要不停地点赞 对 因为呢 我们今天这个点赞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艳姿呢 准备了一首歌曲 但是这首歌曲需要歌迷朋友们的点赞解锁 是的 目标是 四千万个赞 你有到吸一口冷气的感觉是吗 嗯 嗯 我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的就是按赞 对 然后 按赞 我们破了 我们 我就可以多唱一首歌曲 另外先透露一下这首歌是怎样的歌 呃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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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我们会唱的对不对 还是 还是又是冷门歌曲 嗯 不会 一定会唱 一定会唱的 好 那大家努力的按赞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孙艳姿 谢谢 lucyed 等不到你 成为我最善良的信息 我依然願意借給你我的光 投射給你 知道你那災難的光芒 靜靜的掛在遙遠的天上 當你沉寂 天空那條冰冷的銀河 靜靜的撥光 夠不夠暖和你 當你想起 那倒燃至於我的光芒 我依然願意為你來歌唱 一聲一聲亮晶晶 耗著你的身體 在最終的孤行之中 還是找得到你 掛在天上放光你 翻上我的孤寂 提醒我 我也只是一顆寂寞的心 天空那條冰冷的銀河 天空那條冰冷的銀河 我依然願意為你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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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所有思念 这一首歌给你 给你 一闪一闪两天静静 耳上你的身体 曾在种动孤行之中 还是这道理 挂在天上放光明 把梦的过去滴细过 无法再生一颗寂寞的星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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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觉得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大环境里 我觉得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希望 一个方向 然后大家也知道 这个时候 应该是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近距离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 希望可以把最好的带给你们 其实我出道了20年 我一直有被喜欢 我一直有被守护的感觉 而且也希望我们可以 一直这样 在彼此的生活里面 接下来我想带给大家这首 我的爱 谢谢 绕着山路 走得累了 去留片刻 要如何斥舍 去念简的 美丽悲客 心不透彻 不会懂多难得 因为只要简单的生活 就能平息了脉搏 却忘了在逃什么 我的爱明明还在 转谁了才明白 该把幸福找回来 我不是各自变态 我会在 沿海地带 等着潮汐更改 送你回来 走路姿态 微笑的声态 竟然是曾错过了真爱 一回 只要简单的生活 就能平息了脉搏 却忘了在逃什么 却忘了在逃什么 我的爱 明明还在 转谁了才明白 该把幸福找回来 那不是各自变态 我会在 沿海地带 等着潮汐更改 送你回来 我会在 沿海地带 你走路姿态 微笑的声态 忘记你是曾错过的 真爱 我为这是上天 抓你的安排 好让心更坚定 彼此更接近 真爱 我的爱 明明还在 转谁了才明白 该把幸福找回来 而不是各自变态 我会在 沿海地带 等着潮汐更改 学着忍耐 他在 沿海地带 在她心海 或者 太期待 天地是呐才 是我 真爱 你走路姿态 微笑的声态 天地是呐才 是我 我 這裡 愛 再一次掌聲感謝給我們的燕姿 來來來 辛苦了 辛苦了 這裡為您準備好的水 謝謝 來 燕姿請坐 燕姿我要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剛剛我們不是說破了4000萬就解鎖成功嗎 讓我來跟您匯報一下這個最新的數字 來 坐坐坐坐 等一下 我要休息一下 好 那我也跟著站起來 休息一下 準備好要聽到這個消息了嗎 你懂現在的按讚數破了多少了 1.7億還是8億了 1.9 2億了是嗎 2億了 2億的按讚數了 抱住 有沒有嚇到 已經破了2億了對不對 2億的按讚數了 哇 我跟你講 這個歌曲 那麼輕鬆就解鎖成功了 一點難度都沒有 那我們直接跳到後面就好了 你也不要這樣子 跳到要解鎖就好了 這樣你也太容易賺了 親愛的 好 OK 既然我們這個歌曲解鎖成功 那大家還是要繼續按讚 因為 那我們再set一個higher 我跟你講我們先就破紀錄 紀錄是什麼 我們查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查一下 這個直播的紀錄 你不知道你就說我們破紀錄 好厲害 你看燕姿多聰明 OK 好 大家不要停 OK 到我們這個直播結束的時候呢 希望能夠給燕姿另外一個 也是嚇死你的一個數字 好不好 按讚數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讓燕姿先休息一下 然後也有機會 跟我們線上的朋友聊一聊 然後分享一下 OK 好像最近你知道在抖音 因為歡迎燕姿入住 所以有很多人做了各式各樣的飾品 來歡迎你 對 對 所謂的花式歡迎 你有看到那些飾品嗎 我有 我有看到一些 然後我覺得最令我印象深刻 是那個那個那個化妝的 喔 化妝達人 就化成你的樣子 對 那你覺得他美還是你美 他畫得比較美 真的 這麼謙虛 真的 OK 我跟你講 有很多人就是花式歡迎孫艷斯 然後抖音其實也花了很多心思 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喔 OK 給燕姿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抖音的禮物 好不好 哈囉 燕姿 我聽不到 我知道為什麼感覺好像 嗯 雖然看不到你還是 有點緊張 哈囉 燕姿你好 我是一個喜歡了你21年的歌迷 喜歡你已經21年了 20年 17年 20年的老粉絲 21年多 20年了 喜歡你已經十幾年了 燕姿你好 我是喜歡你10年的鐵桿歌迷 至今11年 喜歡你已經快15年了吧 媽媽喜歡了燕姿阿姨21年了 我站在你身後 然後合影結束之後 你扭頭就跟我對視了一下 如果有一次送機 就從前去問你說 燕姿 這次回去會不會跟朋友們一起演 打麻將 當時你開心的笑容 看著我說 欸 小伙子你還是懂嗎 我們發那個蘋果 還有蛋糕 水 然後你是一個一個親自的在那邊發 在機場 當時你已經走過去了 但是你看到我手裡拿著專機 就又返回來給我禁名 喜歡你的廚藝 喜歡你的話 你陪我寫個月 陪我成長 給我的力量 我一直知道你沒有這個 一直陪我度過每一個時間 只要是你 只要你還在唱 我們就真的已經很開心很開心了 你是我漫長歲月裡膩著的光 希望我們很快會再見面 就在暈落以前 雖然之我愛你 愛你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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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快回望一下過去 短短十幾年而已 但是其實已經有一大半的人生 有你的參與 哇 很怕 我很怕這個東西 很怕這個東西 欸 要不要擦一下眼淚 我們兩個沒有掉下來 對 大家其實看到燕姿已經 眼淚在眼眶那邊打轉了 看到這個歌迷給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心意的東西 心裡有怎樣的感覺 我怎樣唱歌 好沒事我們先休息一下 沒有就 因為很長情嘛 你說 一轉也出道二十一年這樣子 你等一下我聲音啞了 我怎麼唱歌 你真的是 哎呀 OK 我以為你們要給我看搞笑的咧 我最近走搞笑路線 搞笑的我們留在明天之後 好不好 今晚我們就先感性一下 OK OK 嗯 呀 就 其實很暖心對不對 呀 因為 嗯 當然 當歌手是我的夢想 從小的夢想 所以 一踏上這個旅程 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會走多遠 我千萬 我萬萬沒有想到 就是二十一年之後 我還在做這個事情 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喜歡的一個方向 然後 我要去 我有機會 哇 就 然後我那時候就 我要用我的方式 我要這樣子做 然後 那時候我 我獲得好多好多的掌聲 我也獲得很多的 團隊 給我的很多的 方向 跟指導 然後 那時候是一個巨大的團隊 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 勤奮 就是一直在追 哦 追版面 追 追收 收視 追 追 收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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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是 有一群人跟我一起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這個旅程 是過得很 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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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很多人的幫助 這樣子 所以 我看到歌迷的 我覺得他們 一直看到大家 當然 我是最前面的 然後 當然 跟我合作過的夥伴 會覺得 欸 我們也有參與一個部分 那個對我要講 也是一個很感人的 一個 一個回憶 這樣子 所以 我很感謝 就是 不管 我失蹤 多久 每次回來 欸 耶 總是那麼的 那麼的 那麼的 樂觀 那麼的 熱情 那個 那個溫度 是很 很難得的 那個 等待 我想說 我等五分鐘 我一直說 欸 好了沒有 這樣 等 多久 這個感覺 所以 我 我 我會覺得 我只要有機會 我就會想要 做好我的工作 欸 我們要做一個演出了 我一定要這樣 欸 然後人家 不用啦 你不用做到這樣 我說不行不行 我們就是 那麼久沒有出現 我們就要這樣 那個燈光 啪啪啪 為什麼要 那麼多 就是要 為什麼要找這個這個 就是要 我會希望說 我們在自己的 可以的範圍內 我們去進步 我們去做好 我們的事情 然後我們去追求一個 成長 我們去 或者我們去追求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方向 甚至 你做錯 沒有關係 你可以 哦好 做錯 我們去另外方向的 一個 一個態度 尤其是 尤其是 這陣子 我們 你說我們樂手 我們整個 音樂市場 是 整個 動彈不得的 所以 我會覺得 我們可以做的範圍內 我們去努力 這樣子 所以 謝謝大家看到 我們的努力 然後 然後 對 我 會 加油 我們也給愛心一點 再給燕子 好不好 因為我想 對燕子來講 遇到 那麼 愛你的歌迷 其實 你最想回報他們的方式 就是把每一首歌唱好 對 把每一個表演做好 然後每一次表演的時候 任何一個細節 燈光也好 樂隊也好 樂團也好 每一個戲都要最好 這個才是回歸歌迷 覺得 最直接的方式 是 對 是不是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直播的留言 你看 還有沒有 聽眾什麼話 還有觀眾什麼話 想給我們的燕子的 好 你看有好多人說 初中到高中 都在喝那個 都在聽著 燕子的歌 只要你還唱 小時候啦 對 只要你還唱 一定會聽下去的 對 然後 雙點擊 雙點擊屏幕是點在 可以無限點 已經三億了 要靠近三億了 要靠近三億了 然後 有聽眾說 給你我的愛 對 繼續 充十億 然後 很多聽眾都說 真的是 聽到都想哭了 對 而且 很多人的青春 都是 有這個 孫燕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是繼續把這個時間 交給燕姿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準備了非常多好聽的歌曲 要給我們 現場的這個朋友 當然 我們在這個直播上面 其實看到 有好多人一直在講四個字 我懷念的 啊 OK 這個 這個是 感覺不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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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在歌單裡面 所以待會兒沒有安排這首歌 可以講嗎 對 沒有這首歌 Oh my goodness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你來唱 我懷念的是 無話不說 為什麼停止了 我是今天的 我是今天的點贊大魔王 你知道 有我這個點贊就會停 減少 來來來 我們有沒有這個榮幸 給燕姿唱幾句 給我們的歌迷朋友 好 其實 我可以先講一下嗎 我懷念的啊 我覺得是很多人喜歡的歌曲 而且我發現 是到了 從 可能20歲開始 大家就會開始懷念 我小時候吃過什麼東西 我懷念以前的一個味道 以前的一個 一個 場景 這樣子 所以這首歌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是很多 很多共鳴的 然後每次聽到這個歌 我懷念的 他們就會覺得 我也是很懷念 這樣子 那你最懷念的是什麼 現在的燕姿最懷念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講的一個心情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吃東西 其實我對吃我很需要肚子餓這件事情 我不會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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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底 怎麼講 最基本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 能夠帶來幸福的方式 是 是 而且它不需要是一個 什麼什麼 什麼 很貴的 多高級的 多貴的餐 對不對 它就是要一個 吃對的東西 比方說媽媽煮的炒米粉 對啊 我豬腳醋 你最懷念的應該是音樂會結束之後 可以大吃大喝 是嗎 沒有啦 我一直都在 大吃大喝 對我都在放肆 OK 好 那剛剛我們把這個我懷念的這個情緒給帶進來 OK 我們要請燕姿來跟我們示範一下對不對 好 我懷念的是無話不說 我懷念的是一起做夢 我懷念的是爭吵 以後還是想要愛你的衝動 其實這首歌 專心唱就好了 我懷念的是無話不說 沒有 我覺得你現在在演專心 這個歌手 這個歌手 不太禮貌 這個歌手非常直接 你要專心 真的進入那個情緒 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懷念的東西 我懷念的是無話不說 你就可以再講對的事情 OK 所以大家在KTV的時候 大家試試看 你只要想你懷念的東西 然後你唱 就一定會好聽 你不用音準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 虛無的飄渺的是吧 也重要啦 OK 可是 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感情 一定是 歌一定是感情才是 OK 我們再來 屏幕前的朋友 我們再試試看 好 跟著我們一起試試看 我懷念的是無話不說 對 真的 對 這個戰術又停下來了 感覺到你懷念的東西 你感覺到我懷念的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我就感覺到你懷念的那個心情 OK 我們謝謝今天的燕姿老師 謝謝 大家學了之後 麻煩拍個抖音視頻 然後標記這個我懷念的 還有孫燕姿好不好 OK 今天不可以白學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把舞台交給我們的燕姿 接下來 OK 我看到這個資料 接下來燕姿要演唱的歌曲是 冷門歌曲啊 啊 為什麼會選冷門歌曲 就今天的主題 對 這個歌手不太冷 所以選冷門歌曲 你確定 對我們的觀眾而言 是冷門歌曲嗎 我想一下 確定 我很確定 就是 但是 如果 有誰 可以馬上 知道歌名的話 我們就給你講評 OK 好 燕姿的一句話 大家看到了沒 OK 我們的這個 4000萬的點讚解鎖 已經輕鬆的過關了 接下來 我們要給觀眾們另外一個挑戰 那就是 猜一下待會這首歌曲 OK 我們不講歌名 燕姿也不會講歌名 誰在最快的時間內 猜到 燕姿唱的歌曲是哪一首 就會有一個小講評 嗯 嗯 嗯 可以 OK 工作人員說可以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舞台交給燕姿 我來幫燕姿把水拿下去 來 OK 好 好 樂 OK 我們在這首歌 歡迎燕姿 謝謝 謝謝 請 这么一辆 竟然能让梦想被遗忘 现实让人殊胜真心这悲剧收场 想要前方 为了相识的失望 太多假装 带我离开的地方 这是人殊世界 只是这么多 不要不要再去在意别人这么眼光 做了状态 沮丧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才觉到我眼底的光芒 才发现我还是怀疑希望陪伤 做一张 在每个人的地方 在我的方向 像热闰量 竟然然让梦想被遗忘 kk... 不讓人受傷 真心卻悲劇受傷 想要解放 面對現實的失望 太多假裝 帶我離開這地方 在虛弱的世界 就是這個模樣 不要待遇在 別人穿了眼光 窗外上 再沮騷 我用自己的想望 當我猜覺了 我眼底的光芒 在反射 我還是懷懷希望理想 故意想 在沒有人的地方 我還是懷懷的光芒 美! Woo! Catsy!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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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虛弱的世界 就是這個模樣 不要待遇在 別人穿了眼光 窗外上 再沮騷 我用自己的想望 當我猜覺了 我眼底的光芒 在反射 我還是懷懷希望理想 故意想 在沒有人的地方 在我的方向 再沮騷 我還是懷懷希望理想 在我的方向 帶著我和希望的理想 為愛你 成功 為愛你 成功 你不要擅長 謝謝 我喝個水 所有抖音夏日歌會 孫妍磋專場的歌迷還有觀眾朋友們 這個時候你們的點贊不要停 我們看到了目前已經有3.7億的點贊數了 我們繼續往上衝 來為我們孫妍磋打破這個點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看到了很多人 除了在点赞的同时呢 也不断地在留言 你们想听到哪一首歌曲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啊 那也不要忘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解锁的挑战 已经成功 成功的解锁成功了 稍后燕姿会为大家带来 这首神秘的歌曲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孙燕姿 Zither Harp 却慌得走 成真途离的我 好像摸住语朵 不想不看不想听谁说 好像动在角落 把剪则的眼光都躲过 像个黑色的漩涡 将会吞没 会和你逃不脱 我承认这都是我 感情是处理的不脱 总不说 我爱你 那么多 我爱人可不错 我爱人不过很难承作 故意太最尽 Crypto 我爱人不过很难承认償 第一次面对什么 角落 埋伤 而知秋 最大傻瓜是我 好想捂住耳朵 哀想不看你 想听谁说 好想躲在角落 把剪则的眼光都握过 像个黑色漩涡 将我吞没 回来你早不多 我承认这都是我 感情是处理的不妥 都不说 我爱你 我不要谁好心帮我 每个人想在角落 看我犯错 就算从轻视条顺索 我也没办法伸出双手 拯救自己 除非是你 可回答 好想捂住耳朵 不想不看不想听谁说 好想躲在角落 把剪则的眼光都握过 像个黑色漩涡 将我吞没 为何你早不多 我承认这都是我 感情是处理的不妥 从不说 我爱你 我爱你 那么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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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 我爱你 我爱你 剛剛聽的這兩首歌 其實我覺得是選這兩首歌是因為好聽 是不是呀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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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覺得這陣子其實很多人都有點迷失方向 或者覺得自己困在一個漩渦當中 所以希望這首歌帶給大家一些些的安慰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然後這次就是挖了自己的庫倉 然後把這些歌唱出來 倉庫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大家可能也在問我 最近都在做什麼 其實除了 偶爾煮一煮飯之外 製作 其實也在寫歌 希望可以在對的時間 把新歌拿出來給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希望 聽了歌之後 大家都可以有一些發洩 然後一些 帶給大家一些娛樂 接下來我就想帶給大家這首歌 《逃亡》 謝謝 《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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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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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去偶尔难眠沮丧 想离开想躲起来 心里的期待 总是停不满 可看着闪下前方的床 总不曾干过失望 就算会彷徨 也还要去闯 要去闯 要去闯 我正在靠近天的冰冻 张开手键 都释放 永远够轻弯 给自己力量 我发现关于梦的答案 一直在自己手上 只有自己能 让自己发光 然后再 fierce 然后再开手键 再开手键 好 好 好了 你 我的 我 你 你 今天還是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能可以跟大家在線上 面對面 然後為了這次的演出 其實我們準備了很久很久 就是希望可以給現在在螢幕前的你 有一個最好的享受 然後 這次我想要感謝很多單位 我首先要先感謝抖音 謝謝抖音 然後我要感謝我後面的樂手 我們先感謝Kenzie老師 Hunch老師 還有Ming老師 還有感謝喇叭手Chris 還有鍵盤姐姐 我今天也要感謝我們的製作團隊 B-Yin 小春導演還有你的Team 謝謝你們 我也要感謝今天的執行導演 Giam和她帶來的團隊 我也要感謝攝影團隊 Shayan和她的團隊 舞台燈光技術 Brody 恩奇還有她的團隊 謝謝 我要感謝 我也要感謝今天的音響老師們 Jeff老師 Robin老師 還有珍珍老師 協力夥伴 環球音樂 特別要感謝妹姐 還有卡姐 今天的裝髮服 Clarence 還有Stacks的Johnny 還有最後 我要感謝我自己的團隊 Make Music 不能在場的兩位大哥 曹先生 還有 怡哲 怡哲哥 然後我也要感謝 我爸爸 我們的CEO Woo 當然也要感謝辛苦已久的 視為必去 姑姑 妙寶 熊 當然還有魏珍 謝謝你們 辛苦了 辛苦大家 謝謝 謝謝 孫燕姿 謝謝 謝謝 這個時候我們起燕姿 回到我們的舞台中央 謝謝 剛剛一連帶來了幾首 好好聽的歌曲 而且你知道 我們聽到了這個感謝的時候 就代表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 很快就來到了我們今天的尾聲 是 這個時候 要跟燕姿匯報一下 你知道我們這場音樂會的點贊數到目前為止 到了多少個了嗎 我們的目標是4000萬 截至這個時候 孫燕姿抖音夏日歌會的點贊數 已經達到了 4.71 早上給燕姿給團隊 還有給我們所有的歌迷朋友 對 那剛剛我們不是要請這個歌迷猜這個 冷門歌曲嗎 對 最後呢 我們找到了那一位 哇哦 對 那一位呢 就是 每一位答對的歌迷 因為 人數跳得太快了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找到那個歌迷 不過獎品還是要給 OK 我們給所有猜對的歌迷 你驗之的 也許是 一句情話嗎 或者是 一個愛 一個愛心 欸姐 你自然一點可以嗎 姐 你有必要 你有必要 你有必要那麼為難嗎 你說什麼 情話 我很難講 我剛才講了一堆 我剛才講了一堆 愛你哦 最後我們要請我們的燕姿 跟我們分享 你今天準備的這首神秘歌曲是哪一首歌曲 最後為大家準備的歌曲是 《遇見》 《遇見》 會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好嗎 好不好 OK 那當然也要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曲 作為今天的神秘歌曲 其實 就是 想 其實也想 就是讓大家告訴我 他們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點 像剛才我看那些歌迷 他們講的 那些回憶 可以讓我知道 在什麼時間點 你認識我 我覺得 對我要講是 最棒的禮物 OK 好 所以歌迷們 在跟著燕姿演唱的同時 別忘了留言 跟燕姿分享 你遇見孫燕姿的那個重要的時刻 是什麼時候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次感謝燕姿 謝謝 也要感謝由抖音主辦 且獨家直播的 抖音夏日歌會 今天我們帶來非常精彩的 抖音夏日歌會 孫燕姿專場 這個歌手不太冷 她是孫燕姿 我們都很感激 我們生命中的有一刻 遇見了孫燕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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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傍晚着窗怀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回几个晚再来 我与真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到人还在多远的为爱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陪着对那只来的鸿马牌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梦的入口有点拆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义 总有一天 我的谜题会解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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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